来看一下这个logo的绘制 欧上光电的logo 那么在这个logo当中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颜色 这里颜色这一块你发现 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 那么这里就要讲到 渐变色填色的方法 第二个 我们还需要用到图形 用形状工具 对图形进行编辑和修改 这个案例做起来相对来说 也会比较简单 我们先来学一学关于 渐变工具的一个使用 在code当中 如果说我现在需要对图形填充 一个渐变的颜色 比方现在绘制的这个图形 我绘制一个原型以后 需要填充单色的时候 直接在画面当中单击 对吧 直接在我们色管上单击 就可以进行填充颜色 那第二种渐变色怎么填充呢 我们需要借助渐变色 填充工具 那么这里的名称叫做交互式填充工具 快捷键是机 在这里给大家记载 交互式填充工具 主要用于干什么呢 主要用于渐变色填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到底怎么来使用 机交互式填充工具 操作的时候 选中图形 使用交互式填充工具 在画面上拖动鼠标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就能够拖出一个 带有颜色滑干的 渐变的方向的效果出来 有两个颜色 那么中间会有一条线 进行延伸 收尾两个颜色 用于控制渐变的颜色效果 那么同样的 它的长度 决定着我们渐变颜色的 一个数值 颜色的添加和删除 注意看一下 如果现在我需要去 对中间的颜色进行添加 只需要在两个颜色之间的 这条虚线上 双击鼠标 那么这里就能添加一个颜色 如果需要修改这个颜色 第一种方法 选中这个色标以后 对应着到色板当中 到这里来进行 点击颜色进行填充 在这里可以 随时对色彩进行更改 第二种方法 因为我点击以后 这里大家会发现 这个地方会变粗 那这里点击 就能给颜色进行填充 第二种方法 你点击这个颜色的时候 这个右边会有一个弹窗 然后你点击这个地方 点击这个箭头 就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颜色 比如我想要偏 橙一点 或者偏黄一些些 直接在这里进行修改就行 或者换一个摄像 在这里直接可以调整 拖上来以后 确定 那么这个颜色也填充好了了 这边我要黄色 在这里取色 去黄色 关闭掉 那么这个颜色就OK 圆点这个球标 它的作用是用于控制我们渐变的方向的 其实我们一般不会去动它 因为要方向控制 我直接调整渐变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控制了 如果你要调整 你可以看到 我偷动一下 这个时候我偷动到哪里 那么渐变的这个水平线 渐变的方向线 就沿着这个角度进行变化 那么这些是用于控制渐变的两个 一个是控制颜色 一个是控制它的渐变的方向 这一般改的会比较少 这是关于颜色的修改 以及添加 在颜色修改的时候 右边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用于控制颜色透明度的选项 我们可以这里再进行揭一下图 这个用于控制透明度 如果要更改透明度 你只需要将这个滑杆拖动 或者对应的数字进行修改就行 比方来一个80% 那这个地方的颜色 就会透明 显现出下面的背景的效果 比方在下面给它填充一个 其他颜色的色块 填充一个绿色色块在下面 然后将它放置在底层 放透明去 或者我换一个颜色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换一个青色吧 现在你已经能看到 它是可以透过上面的内容 看到下面的颜色的 这是关于我们刚才颜色填充的时候的 透明度的调整 正常这个地方是显现出原本的颜色 颜色添加加上去以后 颜色删除 直接在这个鉴别的滑杆上面 右键点击 就会删除颜色 双击添加颜色 右键点击删除 双击添加指定红色 见面工具 见面工具 见面点色 那么这里面叫做什么 交互式 填充工具 快捷时机 使用方法 在图形上托入 进行填色 调整颜色 选择色标 然后在右侧色调上进行更改颜色 或者是在弹出的板块上进行改色 或降低透明度 这是关于颜色的调整 这里我再截一个图 在虚线上 在虚线上 双击 添加颜色 在虚线上 可以添加颜色 删除颜色 在虚线 色标上 右击输标 删除颜色 在虚线的色标上 右键点击 就可以将颜色进行删除 那么这里讲解的就是关于 见面工具对于颜色的编辑及修改 那我在这里再来重新绘制一个图形 比方说再画一个圆形 我想填从深绿到浅绿的渐变色 中间添加一个黄色 注意方法 先绘制图形 然后使用机 交互式填充工具 拖动 拖动一个滑干出来 刚开始 现在选择的时候白色 那么在白色这里我给它指定 来上一个浅绿色 浅绿色 然后这边 深绿色 指定 可以直接在这里改 也可以直接在滑波上 点击深绿色 中间我要加黄色 双击 在虚线上双击 选择 比方说来上一个黄色 那么这个颜色 就已经添加上去了 拖动手尾的 渐变的色块 可以让颜色 产生过度的范围 进行扩大 如果想过度更柔和 那么我可以将这个地方 进行拖动 让它过度的颜色的区域 更大一些 中间的颜色要删除 右键点击框框 删除颜色 有首尾的颜色来控制 这个用于控制 渐变的这个方向 我们一般不会 不需要去对来进行修改 那么在口座当中 描边能不能添加渐变色呢 在这里是不可以的 描边 就是颜色 那么刚才所讲的是 关于渐变工具的使用 除了渐变工具以外 在我们流行当中 我们还学用到形状工具 在口座里面 形状工具 那么它在它下面 这里有一系列的 形状工具的调整 我们来认识 这些工具的使用 先保存一下视频 所以我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